那接下来我们要前往 我们的第一个约会地点 怎么去呢 你可以在四个人当中选择一位 和你一同坐车去到那个地方 剩下三个呢 要跟我一起坐车 去到那个地方 阿秀吧 哇 这就送爱心了 但是我先送一个吧 陈旭 我觉得会跟他比较好聊 他是四个人里面最不紧张的人 拜拜 拜拜 一会儿见 拜拜 好过分啊 快点 走 快 经过女神的几重考验 四位男嘉宾从众多型男中脱颖而出 作为胜利者 他们将与女神 一起踏上三天两夜的浪漫之旅 女神的芳心会被哪位打动呢 一切即将解开 左边是夏大了 夏大 你怎么那么熟 夏门挺多朋友的 你就经常来 对 一年会来个一两次 夏大不是老拍戏吗 那我们前面 右边那个是码头 一般都是做那个小串 就那个地方过去 他有做功课 他很贴心的会帮你介绍 夏门的特色 像个导游一样 他会了解到这里的地标 还有一些特色 还有城市的文化 他会了如指掌 我这个是会让我比较开心的一点吧 你什么属相 我属龙的 我属蛇的 我爸妈就是一个属龙一个属蛇 我们已经成功搞定一个了 对 43个了 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玩过 就是你们偶尔会去占卜啊 看看星象啊之类的吗 没有 从来没有吗 那个时候不准啊我觉得 所以你你是也不相信 我是完全这算命什么的 我都没试过 没试过 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